我们从这个票数来看 确实比方说这次这个3Q的票 这个同意只多出了4466票 那么陈伯温一下子吹出了 这个7万3千多的这个不同意票 确实当初超乎大家的想象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票数 其实比严宽恒2013年补选的时候的 6万6千多票 大概也只多出了将近7千票左右 所以之前我们看到这个严宽恒 纠结了这么久 会不会是看到这个票数 也不是那么的有信心 当然你出来选 你背负着整个这个蓝营 在野党的一个期待等等 包括严家的在地势力 想想看 他这一战是赢是输 这个关系确实是 非常非常的重大 董哥当然我们现在讲还早了 因为是这个明年1月9号的事情 中间还有公投的这个变数 你觉得公投跟这场补选 中间有什么样的连带关系 现在公投跟这场补选 被民进党把它绑在一块 那绑在一块 公投其实民进党因为他 他过去讲的话都被拿出来检视 其实整个公投虽然他们的 声量很高 但是其实负变的比较多 因为大家马上就讲说 你过去怎么讲 好 那现在对他们有利了 他就把这个林静怡 这个很早就把他摆出来 摆出来就跟他们的公投 绑在一块 所以每天都有林静怡 很多的报道 说他们一天跑7个行程 怎么样 敢来敢去 我在当记者我一天跑过25个行程 他跟我人比吗 可是他故意做出来说不得了 我真的跑25个行程 就有纪录的 大家可以看到 民进党就是很会去做 这种空军的选战 所以现在表面上 感觉上对他很有利 但是如果他把公投跟大选绑在一块 这都是全国性的 为什么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 台中第二选期变成 远然是小型的总统大选 因为他虽然是一个七一性 可是他前面又有个公投 然后又有民进党前党动员 那这些林林总统加起来 就变成全国都在瞩目的 那这种瞩目的话 对原家比较不利就是 因为比较适合空军 那他的组织战有时候会被弱化 但是各位朋友 虽然目前的态势 可能大家觉得说好像很不利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一步一脚印 为什么 因为我们前面有个公投 大家要有信心 四个都同意我们有骨气 我们一定要给民进党颜色看 当12月18 我们这四个公投案通过了以后 民进党的江山就开始要摇摆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全民出来给民进党教训 内阁撑不住 总统不只剖压 而且他所有的震荡性 被民众直接的选票否决 各位要知道 公投的效率比立法院还大 公投通过了就是直接的民意 立法院是间接的民意 老百姓投出了代议事 他可能会违背你的主张 可是我们用公投直接告诉他 我们对你不信任 12月18公投四项都投同意票的话 就对他不信任 然后接着1月9号 我们就水到其成 大家把那个态势要把它做出来 其实选举最简单就是一个试 大家看就是这样 一个试 一个试下来就好像当年的韩国仪 没有人看好 可是他可以造出一个试出来 然后全民如痴如醉 真的可以这样讲 然后大家看到他在卖四目仪 哇 那个收视力那么高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就是四 所以我们讨厌民进党要把四周出来 把公投四个都投同一票 接下来我们当然就把颜宽衡 再把他送回立法院 然后接着呢 我们再把领长走给霸免 然后再选出一个领长走的 后来的一个南京的立委 我们就是这么一步一步来 然后当然接着就是明年的 整个九合一选举 你要把民进党这种烂党 把它干掉的话 必须全民的力量出来 所以从现在开始 所有人都不要沉默 你该投票的就去投票 你对他不爽就是只能用选票 因为这个党不讲理 而且烂 他们执政只会捞钱 你怎么还一直让他为首亦为呢 所以大家看到了 不要只看到这场选战 我们要看到的是 一定要让民进党下台 一步一步来 这个动作绝对不能省内 就好像你 到中天你一定要按赞 小铃铛对不对 这个就所有步骤要齐全了以后 效果才会大 好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林静怡 林静怡讲话真是酸度破表 他说严宽恒参选好可怜 为什么好可怜 他说很辛苦 因为爸爸欠债这个事情 还要脱产 帮爸爸处理这个事情 真是好可怜 所以你看到这个林静怡 跟这个周玉寇周阿姨 两个人可以说是搭得非常的好 这个周玉寇也是先知 这两天在严宽恒还没有宣布参选前 就猛攻猛打有没有 质疑这个严亲标 欠银行钱 法拍屋的争议等等 严家的助理被记者问的时候 怎么讲 语带保留了 还算是帮周阿姨 稍微维持一点点面子 说当初他是怎么拜托 我们董事长的 什么意思呢 大家听懂了 我们又没有对他怎么样 为什么要一直针对严家 大倩又没有对他怎么样 为什么一直要针对严家 这个助理会不会有点太单纯 你觉得呢 我想这个助理如果看一下 过去这段时间民进党的选举模式 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 民进党他们自认为的胜利方程式 应该就不意外了 在过去的选举 特别是像2020年的总统大选 事实上民进党会 会操纵一些特定的 这个媒体的势力 开始不断的在放一些讯息 然后放讯息之后 再搭配到民进党的绿色的媒体的 call in节目 跟这些民进党的側翼跟粉砖 开始把这个候选人抹黑 然后定型 当时是怎么样抹黑韩国瑜的 事后证明了很多根本都是谎言 现在就开始怎么抹黑 严清彪跟严宽恒 就是标准的作业模式 这个标准作业模式就是要设定 严家就是黑金的代表 严家就是黑道 严家就是欠债不还 这是他们标准的设定模式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在讲说 为什么今天宽恒要宣布参选的时候 我们所看到媒体的报道 他的操作是正确的 他会在今天这场宣布猜选的记者会里 先把话要说清楚 就是不能够变成一个鸡飞城市 据我了解 事实的状况并不是像周玉寇所说的这样 事实的状况还有另外一个 真实的故事的版本 包含跟严家吹债讨债的人 过去还曾经被提报 一些相关的治安的案件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这些媒体人的这些放话的过程 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所以今天严冠恒在宣布参选的记者会里 如果能够把这事情讲清楚 那么当然就可以破掉 这个对手提前所布的这个局 那么接下来 他们的一步一步的这个节奏 就会被打乱了 所以未来的选战 陆战很重要 空战更是关键了 好 这个大家很心急 不是说7点10分吗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 导播画面进来了没有 进来的话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这个根据了解 据说这个朱立伦 这个主席的行程有点耽误 所以可能会延到这个7点半之后 现在我们看到场地已经准备好了 事实上对准这个场地 这个桌子 稍后可能就是在桌子 几位我们看到这个指标性的人物 都会在这里 有一个合体的一个画面 但是我们的这个镜头 因为现在很紧 没有办法转过去 转过去的话 你就会看到十几架摄影机 全部都架好了 因为今天真的是一个大新闻的现场 有没有十几架 还有这个很多民众 这个拿起手机 还有支持者 都已经来到了现场 你看到这个麦克风 中间新闻的麦克风 有没有旁边满满的人 这边看不到 你只看得到一双脚 对不对 满满的记者 因为这个挤得太挤了 所以这个镜头 没有办法转过去 导播你问一下 问一下摄影机的 可不可以转一个镜头 转个镜头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人到底有多少 另外刚刚在这个场外的 这个有些画面 有的话 也给我们看一下 目前我们看到有很多 不只是摄影来 还有些支持者来等等 所以现场 这许淑华 有没有 许淑华也来到了现场 戴着口罩绑着马尾 那么许淑华 因为他是这个南投 要代表国民党参选南投现场 当然这个林静怡 他就是南投人 所以他这个进场 也受到了这个大家的欢迎 那么今天他特别帮 这个严宽恒来加油打气 那他刚才楼上 就是说 目前我们看到 几位指标性的人物 还在这个楼上开会 可能在想 待会双方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要怎么讲等等 那另外我们看到 这个现场 还是有很多的媒体等候 那也会期待这场直播 那么今天晚上 无论如何 对于国民党 对于在野势力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现场 我相信这个严宽恒 是准备好了 时惠在这里 你最关心的角度还有哪些 你觉得这个严宽恒 今天他应该要讲到多少 因为我相信 这个民进党也好 这个侧翼也好 据说手上的料很多 我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说什么朱立伦刚到了 是不是 刚到之后 然后马上要出来吗 对 马上可能要出来了 对这个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这个许舒华来了 待会朱立伦也已经到现场了 那待会就会马上看到一个 这个大合体的一个画面 今天晚上当然最受关注的 还是严宽恒本人 严宽恒比起这个临近 其实两个不同的style 对不对 严宽恒大家私底下跟他接触过 其实蛮狗一郎的 很谦虚 每次看到就 秀方姐都叫姐姐叫哥哥 很低调很有礼貌的感觉 这个时惠你怎么看 民进党还会使出哪些阴招来对他 目前好像 听说手上爆料资料一大堆 我是建议严宽恒 今天或是整个选举 不要再去回应民进党 或是周玉寇这种乱七八糟的话 周玉寇的话能相信 什么东西都能吃了好不好 大家不要忘了他的什么三亿男 然后什么顶星事件等等的 他很多这种乱说话都已经被判赔了 他是法院认定的这个说谎者乱爆料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那个颜宽恒不断的去回应这些 有的没有的 而且有一些是根本是彻翼 根本是不相干的人的话 他这场选举就不要打了 都不要打了 因为民进党就是不断的在泼粪 泼黑水 所以如果我是颜宽恒的话 我就跟你讲堂堂正正 堂堂正正 你已经背负了太多的原罪了 你没有做错什么 你就正面对决 你告诉第二选区的乡亲 这几年他们被耽误了什么 你要还他们什么 你未来要做一些什么 我觉得第二选区的乡亲 也没那么笨 全台湾的民众被民进党这种 抹黑的手法训练了二三十年了 这二三十年来 民进党的这种颇分的手法 台湾民众还不习惯吗 真的还有那么多人相信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号 如果大家适时的去想一种选举状况 颜宽恒只谈政见 只谈他对第二选区的承诺 跟这个承担 可是林静怡却不断的在泼粪 整个民进党都在泼粪 那我想第二选区的民众是看得出来 就是两个人的水准的差别的 水准的差别跟层次的差别 因为你说要去斗嘴 说真的颜宽恒是比不上民进党 那一些嘴 还不只是林静怡的嘴 周玉寇的嘴 你说斗资源斗媒体 你也斗不过他 大家知道为什么 林静怡背后有这么庞大的空军力量 这么快就可以做出梗图 这么快就可以做出影片 这么快就有这么多铺天开地的 1450塔律班可以蜂拥而至 这背后花了多少钱去养 这么多年给了多少标案 他们已经是一个军团作战 不只是帮林静怡 今天这个蔡英文指谁 这个军团就去打谁 周玉你怎么看见林静怡的团队 林佳龙主委 就是塔律班团队 总監事 他的团队不就是塔律班团队吗 就拿着枪恐怖分子的塔律班团队 不管下面是谁 只是塔律班一号 塔律班二号 塔律班三号而已 我根本不管他是谁 如果林佳龙有用的话 如果台中市民还相信 林佳龙有用的话 他自己就不会落选 陈伯尔也不会被罢掉 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当然对延环恒 现在最大的助力助选员 应该就是台中市长 卢市长 因为他的政绩在台中 在满意度 我觉得如果卢市长 今天也出现在现场的话 会带动第二选区的选民 对于延宽恒的信任度 会大幅的提升 所以我觉得他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未来这席立委 要如何配合台中市 卢市长 帮第二选区争取预算 争取建设 不要再去回应这些泼粪 难道你要拿粪再把它泼回去吗 关键 请不吝点赞 悟心 社会 详员 关键 Parad键 关键 微简 关键 关键 感谢